霍连市公所办理的浩克秋响宴 周六是在浩克文化会馆正式的登场 那么这一次活动结合了美食音乐 以及各式客家特色摊位 内容是丰富多元 花林客家太平洋艺文日表演团队的绝写 也在今天登场 那么一连两天的活动 花林市长薇佳燕也特别欢迎 乡亲民众能够前往浩克文化会馆 一起来体验客家文化的新魅力 花林市浩克文化会馆 10月份主题市集活动浩克秋响宴 周六上午热闹登场 在地特色小农与各式客家摊位相当有特色 花林市长薇佳燕也在客行所长简历文的陪同下 参观各个摊位并与摊商画家长 应该要几点 500块换南瓜 可以换南瓜 不用真的吗 南瓜对税务线很好 而花林客家太平洋 逸文日表演团体最终选拔也在今天登场 入围团体带来精彩的演出 也获得乡亲热烈掌声 菜呀菜呀 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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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我的来神强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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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溜溜 今天是我们客行所举办的我们太平洋艺文节 那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团体 那基本上我们是以客家的主题 那不管是我们的团体 或是我们老中青 都可以来做报名的动作 那今天就是我们成果发表 那也是一个评选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边也搭配了我们小农市集 那也希望说大家这两边 能够来花联施工所的后方 客行所会馆这边来逛一逛走一走 那不仅可以听歌我们一些客家的歌谣 甚至于可以采买一些 非常新鲜的一些农客产品 在这边真的要感谢我们客委会 以及我们农粮署 给我们大力的协助 6日连续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浩克文化会馆将会贩售小农产品 温创手作以及美食小点 而乡亲参加市集闯关 就可以获赠折夹券 另外累计消费满500元 即可兑换一张抽奖券与精美小礼 莫财奖品总价值高达数万元 社长威嘉燕也欢迎乡亲 前往浩克文化会馆 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新美丽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